韩芸汐 干嘛 下午有空 搬回芙蓉院去 干嘛要搬回去啊 谁知 龙非夜直到没听到 头也不回地出去 王妃娘娘 东西是搬到殿下屋里 还是搬回云仙阁呀 云仙阁都重建好了 那自然是搬回这里啊 王妃娘娘 殿下可能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还不赶紧搬 王妃娘娘 大伙搬这些东西不容易 要不你去问清楚了 免得再搬一次 赵嬷嬷 再废话你就回殿下身旁伺候去 我这不留你了 王妃娘娘 息怒息怒 老奴明白了 明白了 赵嬷嬷笑得意味深长 惹得一旁的仆人们全都笑了 韩芸汐羞死了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都愣着做什么 干活去 日夜 韩芸汐便又入进了云仙阁 她站在阁楼窗口 像以前一样 看着龙非夜的寝宫 看着整个秦王府 突然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她坐在配药桌前琢磨 小东西就趴在一旁陪着她 偶尔会爬过来 嗅一嗅迷迭梦 认识吗 之前闻过吗 她立马抱住主人的手指 撒娇地蹭了蹭 韩芸汐无奈望天 心想 还是别寄希望在小东西身上了